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十年的跌宕起伏 既给我们留下了需要进取的教训 也积累了值得我们知识的纪念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坚持相互尊重 中方从不干涉澳大利亚的内部事务 我们尊重澳方选择的制度和道路 同样在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尊严 和正当关切上 我们当然希望澳方也能够继续恪守建交的时候 以及之后澳方所做出的一系列的沉默 予以尊重并且加以妥善的处理 也许多的短水平 我们不在关注对我们的一个滑稷和感觉 也许能够能够制作为 感蚤领和广度的相局 交流 谢谢大家